大家好 今天给我继续来看到 以哈战争从去年10月爆发之后 以色列是持续地从占领的戈兰高地 向叙利亚境内多个地点发动空袭 那么大陆诸联合国代表 27号就敦促 有关各方应该是要自我节制 避免以哈冲突 外移到叙利亚 变制裁和资源掠夺 长期阻碍叙利亚经济恢复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加剧叙利亚人道灾难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立即停止相关不法行为 外国精队立即结束 在叙利亚境内的非法军事存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7号在安理会叙利亚人道问题 公开会上发表言论 那么呼吁有关各方应该是要控制 避免战火 万一到叙利亚 那么除了向叙利亚发动空袭以外 以军其实近期他们也在 戈兰高地举行多次的军事演练 各方现在就非常担心 以色列的行动会加剧 中东地区的人道危机 那么持续来看到美中关系 美国的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他近期接受了美国的CBS专访 那么对于美中关系呢 他话说得非常直白 他评论美国不希望 生活在由中国领导的世界 博恩斯强调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 最具竞争性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关系 那么双方在去年4月的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关系有如坐云销飞车 不过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也是美国第三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博恩斯他是用走钢索 来比喻双方的互动 而且他说 约结未来十年都还会是如此 那么其实在采访中呢 博恩斯他也就说到了 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中国 在过去十几年来 其实一直对美国的企业呢 美国企业是充满吸引力了 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不过呢如今和中国做生意 已经变得令人担忧 而且是充满危险 尤其呢是中国通过了 盗窃知识产权和扩大反间谍法 来恐吓美国的商界 这个是博恩斯的说法 所以呢他说 以至于有一些美国公司在华为 位在华为的业务 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包括了美国晶片大厂 回答在2023年的年报当中呢 是首次的就将大陆的华为 列为四个领域中的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其实呢 对于这个消息 大陆外交部昨天就批评美国 小院高强呢 是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一个步伐 这个是毛宁说的 那么其实不久之前呢 大陆外交部23号的时候 也才严正的驳斥 因为美国媒体近来就不断的加大力道 渲染的是中国威胁论 就包括华尔街日报最近就报道了 拜登政府计划呢 要砸下200亿美元 就是要换掉港口里面的 中国制造的起重机 因为呢拜登政府认为这些起重机呢 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认为呢 这个是藏有国家风险 因为呢这个是大陆制造 所以呢很有可能就会被用来 当成一个监视的工具 那么美国的部分官员更认为呢 他们担心这个起重机的软体 很有可能呢 其实暗自是遭到中方的操控 那么华盛顿邮报26号的报道更称 其实拜登呢 他在下个礼拜一 本周一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布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要防止美国人的敏感数据 包括了地理位置 还有基因讯息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数据 这些存取权会流向他们的敌国 那么在报道里面就点出了 这些敌国呢 其实就包括了中国 俄罗斯还有伊朗等等 是受到美国关注的一些国家 那么报道中是特别指出 最大的目标呢 其实当然就是建制的就是中国 那么早在2011年 其实华盛顿邮报就曾经报道过 中国现在呢 其实一直在挖掘脸书 还有推特这些西方媒体 他们的社群账号 其实呢 主要目的就是要分析一些间谍活动 对此呢 中国方面是否认对他国 进行一些网络攻击 并且呢 就反控其实美国呢 才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害客帝国 但其实呢 这个行政命令 也很有可能是难以实施 因为呢 光是要落实这个监管 它的前提就是 政府需要有能力可以追踪 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商业资讯的流向 但是呢 美国政府如果真的是大量的 收集了一些敏感讯息 很有可能也会引发 民间对于政府会质疑呢 是不是就侵犯到了个人的隐私 而在北京方面呢 同时他们也对潜在的国安威胁 进一步的提高警惕 昨天呢 27号可以再看到呢 在昨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就通过了 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 那么这个修订呢 其实也是自2010年来首度的修订 将会从今年的5月1号起开始来实施 那么咱南华早报就分析了 另定的这个工作秘密管理办法 其实呢 它的存在这个定义是非常的模糊 因为呢 这基本上是给予了当执政者 更大的一个弹性 他们可以决定呢 到底以后知道了什么资讯 到底要不要公开 什么东西不公开 那么显然呢 美中双方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都在对潜在的国家威胁 进一步的收紧政策 还有提高警觉 那么在将这个镜头呢 看到大陆的国内 大陆和辽国的国际近期 他们是联合打击跨境的电信诈骗 那么在联国 辽国的这个境内 是揪出了7个长期盘踞的 电信诈骗基地 同时他们抓获了268名的电诈犯 那么这一批电诈犯 他们涉入大陆多个相关的案件 一共呢是有1570余期 全部呢 现在都已经移交大陆待审 近期中国警方与老挝警方 积极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成功捣毁7个 盘踞在老挝境内的 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抓获268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幕后金主8名 组织头目和骨汉54名 涉及全国多地的相关案件 1570余期 目前全部268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移交我方 电诈嫌疑人在进到大陆境内之后 是由大陆的边境警察 两辆一组押送 阵仗是十分的庞大 那么由官方派出的 十多辆的游览车 已经在边境岸口来等待 那么诈骗犯呢 可以看到 刚刚他们是戴上了 黑色的头套 排成一长条 由特警是刻意地押送送车 那么大陆的公安部 有关负责人就表示 2023年以来 公安的机关是继续地 加大力道对跨境电线网络诈骗犯罪者 打击力度 那么在航台领域上 大陆2023年的太空发射次数 现在已经高达了67次 刷新了历史记录 排名在位居世界第二 不过呢 今年他们更趁胜追击 将目标拉高到了 100次的发射任务 整体增长近5成左右 那么同时 中国首个商业的太空发射场 也将会迎来首次的发射任务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将天行一号 零二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2024 全年预计将实施 100次发射任务 而长而六号也启动 史上首次探约被采样返回任务 长而六号探测器落到 月球背面南极的 埃德肯盆地 获得月表的月壤 再经过起飞 月球轨道交互对接和样品转移 月地转移 再入返回 把月球的样品 安全地带回到地球上 整个任务大概需要经历 一个半月的时间 与以往月球正面采样程序不同 降落在月球背面的长而六号 不能直接和地球通信 在长而六号发射前 需要先发射雀桥二号中继星 为长而六号提供中继通信服务 确保采样过程中保持地月联络 而近期航天业在大陆迅速发展 今年大陆预计将完成两次货运飞船 两次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其中神舟十八号和十九号飞船 也将送入空间站 而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预计 也将在四月和十月完成发射 长而六号F摇十八火箭 正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进行航天员成组的应急救援值班 另外长而六号F摇十九火箭 已经完成了总装和出场测试 目前火箭产品状态良好 据了解2023年中国航天 共执行67次发射任务 排名位居世界第二 其中长征系列47次全部成功 2024预计更上一层楼 挑战完成100次发射任务 有望创下新纪录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